吃饭前先量个体重 如此斤斤计较 就怕体重又再往上升 走到那个称前面 就会要称一下体重 都生怕多喝一杯水就会长 会这么在意 不光是想减肥而已 最主要是这间公司的老板 寄出了减肥奖金 每减一斤就奖励100块钱人民币 员工们还大方分享减肥法 今天做的是炒杏鲍菇 然后香参炒鸡蛋 原来的话就是肯定是要有肉的 每一顿都得有肉 所以是无肉不欢迎的 为了减重是戒掉淀粉 也少吃肉 还有人在家上运动 整整瘦了20斤 约10公斤的体重 还获得2000块 约台币1万块的奖金 只是当初为了员工健康着想 设立减肥奖金的老板 体重却都没掉 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是有点心疼的 我们公司这些员工啊 就是经常做办公室 活动量太小 包括我自己体重都过重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 让大家一起参与的 这样一个减肥活动 拿出奖金的诱因 果然让员工们都热情参与 而根据统计 以大陆超过12亿人口来算 也有3.4亿人超重合肥胖 仅次于美国 这也难怪这回有公司 想出减肥奖金 派员工们不止体态好 也顾健康 记者综合报道 哇 再来